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不是有前科呢 名嘴爆出原来许明春部长 过去就曾经想拿就业安定基金 来和国道收贩员打官司 而且理由竟然是要提升劳工扶持 我们到一起来讨论 问教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韩冰 土生好 大家好 前外交官借文基大使 袁一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前立委蔡正元 大家好 大陆针对台湾有2455项的双品 要展开贸易壁垒调查 引发企业的恐慌 业者更担心会不会影响 大陆检讨ECFA取消 单方面的让利呢 结果我们的王美花部长说 未来不知道 更傻眼的是 昨天曾明宗委员在立法院 问王美花说 那这2455项禁止 大陆进口的商品当中 有多少品项 我们自己有输出 有输入大陆去呢 那么王美花则是直接说 我没有去算 所以大陆调查之后 会不会对台湾贸易报复 王美花也说不晓得 所以蔡政府战中以来 这么久了 难道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可能会被反噬吗 怎么到现在 海啸好像要来了 官员一问三不知 难道又要老百姓 自主应变了吗 立文 好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大陆呢 现在呢 说要对台寄出 对于2455项的商品 有没有在台湾对大陆的商品 筑起了不合理的贸易壁垒 进行调查 现在只是开始进行调查而已 好 那么呢 就开始地动山摇啦 台商很紧张啊 因为呢 贸易壁垒存在是事实 那不管最后是几项 那查出来了以后 大陆会不会采取反制的动作 而不再片面让利了 简单讲就是要取消ECFA了 所以大家刺哩蛋啦 所以呢 大家都在问 我们的部会有什么应用方案 结果一问三不知 昨天曾明宗也在问了 大陆现在开始调查了 那请问 这些我们不准人家 进口到台湾的商品 那台湾有没有还反而出口到大陆去啊 他说我不知道没算 那大陆调查了以后 会不会采取报复呢 不晓得 好 的确 大陆调查了以后 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到现在是不得而知 但是你要有因应的方案 你要有几套剧本 通通都出来啊 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嘛 因为是台湾片面的 对大陆商品给予不合理的贸易壁垒 换句话说 这个商品 其他国家都可以输入 就只有大陆不行 你又没有拿出合理的理由 譬如说你有违反了食品安全的规定啊 或其他相关的规定 都没有 只是因为政治性意识形态就要抵制大陆的话 那么这种贸易壁垒 如果未来会危及我们的ECFA 会危及我们对大陆的贸易的话 很简单 我们就取消就好了啊 就平等的对待大陆商品输入台湾 那这是王美花绝对她自己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不要等到地动山摇难以收拾或者是下不了台的时候 才要在那边继续硬拗吗 眼看着我们2024的选举结果会如何 再来决定要怎么操作吗 好 所以呢 这个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就说了 2022年去年 大陆出口赚台湾只有815亿美金 而台湾赚大陆的钱赚了2380亿美金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顺超了1500亿 那么光是关税减免10年就有93.8亿的美金 就是大陆对我们是有关税减免的 好 所以台湾是大陆的第六大贸易伙伴 这么小的台湾 很厉害吧 全世界第六大 可是呢我们部分的商品 台湾这边是禁止大陆卖到台湾 可是其他国家却可以卖到台湾 那这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贸易壁垒咯 蔡政府一方面不断的要挑衅大陆 可是面对大陆一旦要采取贸易的反制的时候 又没有办法进行磋商谈判 而且没有任何的因应方案 好 所以咯 对台湾高度依赖大陆出口来讲 就台湾现在呢是高台湾的经济高度的依赖大陆的市场 这样的打击我们会难以承受 会对台湾的经济有致命性的打击 所以现在就是逼你民进党必须合理的看待两岸的贸易关系啦 说穿了就是我们片面的用意识形态来抵制大陆 可是大陆却还一直傻傻 不要说人家傻傻的 还一直让利给台湾啦 我刚讲了 大陆可是忍耐了台湾七年啦 现在才要开始采取调查 台湾开始紧张了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是在民进党那内不是一直说要新南向吗 早就告诉他新南向不可能会有任何作用 果然吧 所以不但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下降 而且在蔡英文主政之下 我们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还大幅的增加了 怎么断掉ECFA 无法断奶啊 一天到晚说人家是糖衣毒药 可是你却吃上瘾啦 那怎么办呢 罗秉承说 哎呀贸易上的问题就坐下来谈嘛 不要用来做政治操作引起不必要的困扰 是谁把贸易做政治操作啊 好 那么呢 赖瑞荣还批大陆说 其实我们民进党政府一直很想跟大陆协商啦 可是是大陆片面中止掉很多的合作机制 所有的不友善根源都要回到大陆 好所以呢 那你就继续骂大陆吧 但是问题是 吃不消的是台湾啊 问题是大陆手上有这么多的筹码 到时候倒霉的是台湾啊 那你怎么办呢 好 那么网友就说了 只有武器坚弱磐石 经济怎么没有坚弱磐石呢 就是我们台湾跟美国的经济关系啊 那我不就会讲吗 事实上大陆不是第一个在贸易上面要制裁台湾的国家 这么多年来 一天到晚我们都很害怕被制裁的就是美国 美国过去就曾经制裁过台湾 而在川普任内更是 譬如说在钢铁这一项 非常严重的制裁台湾 而且在拜登上台之后 像韩国啊日本啊 都去找派拜登 通通都已经降低了处罚的相关关税了 只有台湾 闻风不动 这叫做什么台美关系啊 好 网友就说民进党愁中啊 一天到晚骂别人啊 可是你却越来越依赖他 网友也说民进党喊打喊杀 谁要付出代价 老百姓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好 郭正亮也说 贸易调查事实上 根本就是在政府推的嘛 好 台湾对大陆的农产没有开放的 包挂了有一千多项 而工业产品有394项 都用检疫做理由 根本就违反了WTO的互惠原则 好 民进党过去就吃定大陆啊 认为大陆不会送WTO 这下子呢 笑话可闹大啦 因为昨天很多民进党的立委说 他们要去告WTO啊 人家大陆没有去告 你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你还要自己去告 所以你是要去自首咯 哈 难道你要跑去WTO说 我们是违反规定的一方吗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 我们农产品啊 鱼产品啊 发生种种问题的时候 称极重 王美花 不是都说要去告WTO吗 为什么都没有去告 他们自己知道的啦 告不行嘛 所以不要再愚弄我们的民众了 不要再对台湾民众认知作战了 赶快做点实事吧 不要害我们所有的产业 血本无归了 我们大家来看去年的贸易数据 大陆出口是赚台湾815亿美金 反观台湾出口到对岸去赚的钱呢 是赚了大陆2380亿美金 顺差叫做1500亿呀 光是大陆给台湾产品的关税减免呢 这十年下来已经高达93.8亿美金了 前国安会秘书长杨永明就痛批说 台湾是大陆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呢 结果禁止人家2455项的产品 然后呢还开放给别的国家 都可以来输出到台湾 就只有大陆不行 好像是我们禁止大陆的猪肉牛肉还有鸡蛋 可是我们大买美国的莱猪啊 还买澳洲的鸡蛋不是吗 所以过去两岸只要有贸易冲突时 绿营不是就像这个陈基仲很说 我们要告去WTO吗 就这一回好像没有听到官员说 我们要告去WTO 所以我们如果告去WTO 赢得了吗 介大使 我们稳输 而且大陆不告我们就不错了 因为这个WTO的基本原则 就是说你加入 你对所有会员 你不能有歧视 你不能没有理由禁止 他任何产品的输入 这是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原则 就是说你可以禁他的产品 可是你得要有原因 比如说农产品的话 你防疫减疫的标准 你可以定定 那说你这个东西防疫减疫 你有什么 你有借壳虫 你有什么虫的话 我禁止你 可是对方如果改善的话 你还是要开放 这个因为WTO整个法律 是国际贸易法 基本上以促进贸易 公平贸易 开放贸易 自由贸易为原则 所以你找不出理由 你可以把一个 另一个WTO会员国的 2500多项的产品 都禁了 你知道一般国家 大概就8000个税项 他当然你有算 因为我看国贸局讲 他说我们也开放了9000多项大陆的产品 可见他整个加起来的话 我们是把大陆的产品大概一万两千项好了 一万两千项你进了他2500项 几乎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的产品都进了 在全世界是不可能的 任何国家 你如果任何WTO会员面临到你这样对他 他一定可以告你 而且他一定赢 因为我就是说 在WTO的这个国际贸易法规定 你要禁别人产品 你要有理由 那我刚刚说农产品 是用这个所谓的防检疫的规定 大陆每次进我们都是防检疫 借壳从 借壳从那个什么 你的这个 你的所谓的农药残余 对不对 大家都讲 另外工业产品呢 他也有一些 这种可以进于 他说你的安全标准 比如说你这个电压 或者你这个电器产品有爆炸 不符合我们的安全标准 你也可以进 可是呢 这些进标准 也不是你自己随便订 标准的话 都基本上两个原则 一个就是说要有科学依据 科学依据 这个你要提出一个科学的论述 第二个你要有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 比如说农业的这个 防疫检疫 它有一些机构 它这个比如说这个 这个国际农业组织 它都有一些标准 那你说这个工业的安全标准的话 事实上国际上也有一些机构 在推动工业的安全标准 所以很少国家能够进一个国家产品 进到两千多项的 而且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你比如说美国今天进很多中国大陆的产品 它都有理由的 它商业部公布一个名单 它说违反我的国家安全 对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 或者你有竊取我国 国家机密 或竊取个资 你没有交代清楚 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时间 那你这个时间你达不出来 我做了调查你达不出来 那我就把你禁掉 那都要有原因的 我跟你讲中国大陆 美国进美国这么多产品 美国大陆进中国大陆这么多产品 你可能加起来不到300项 没有一个会 WTO进另外一个会员国 进到2400多项 这是说实话 这是我们进WTO 2002进WTO的时候 就开始进了 那当时进的原因 就很有争议感 那当时我们有一个国家安全 可是那时候的 包括所有的国际法的 国际贸易法专家都说 这个将来可能会被告 那时候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 说可能不会告 因为中国大陆不想跟我们 台湾 做一个平等的双方的 一个告 这个原告跟被告 那另外一方面 他们那个时候是 基本上是政治考量高过于经济考量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也没有多少钱 那事实上台湾的市场 也没有多大 它是一个全球化的贸易国家 基本上也不在乎 所以呢 基本上就没有做任何的举动 一直到现在 我认为基本上 现在是一个政治举动 大陆也不是说缺少你这个市场 那2000多项 也没有造成大陆多大的经济损失 那完全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决定 那你说如果说大陆 这个案子 大陆会怎么样处理 这个现在大陆先是叫它内部的进口商 相关厂商提供证据 说你们受了多少 多少损失 因为这是中国大陆内部 在处理贸易纠纷的一个标准程序 先要国内的受害厂商提案 然后他再来做调查 那所以他调查完以后 他有很多可能的做法 一个做法就是提出双边諮商 然后跟台湾透过管道来諮商 说这个我们觉得有受损 而且你明确违反WTO规定 那你们能不能限期改正 或者我们来怎么怎么谈 那台湾这边的话 就说那我这个2500项 我通通开放 或者说我一段时间内分段开放 可以谈 那就是说看中国大陆接不接受了 那如果说谈不拢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可能会拿 这个ACFA里面的早收清单项目 来做一个交换的筹码 他说你不开放的话 我早收清单 我现在500多项给台湾的优惠 这些进口 进口台湾的产品有500多项 这些都是传统产业的 我给你的优惠灌税 我就不给了 我重新给你一张 这个好 所以早收清单 我现在只给你350项 那你很多产业就会 大陆的市场就丢掉 因为我们就没有办法 跟韩国类似有同样 这种发展程度的产品 在中国大陆竞争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基本上只是 我觉得那个 那个 徐增池 中华经济学院也讲得很对 大陆只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这个作为 是违反WTO规定的 他只是没有追究而已 而且他把它做得很大 让整个台湾社会都了解 事实上 我们是违法对待 中国大陆的进口 所以大陆现在要对台湾 来实施贸易壁垒的调查 工商协进会就很担心了 因为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么也是最大的顺差来源 他呼吁政府要加强和大陆理性对话 以善意来化解分歧 但没有想到行政院好像就直接对大陆开呛了 说不要拿经济来干预政治 好 瑞云看来要坚持连美战中 但是摊开我们的贸易依存度来看 我们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是从18.9% 一路攀升到43.9% 可是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 竟然是从28.9% 一路跌到剩下14.6% 砍了一半 网友就大骂了 奇怪了 不是说坚弱磐石吗 怎么除了买武器之外 怎么经济没有坚弱磐石呢 好 既然民党坚持要占中 还要批评人家霸道 那为什么绿营怎么越骂之下 反而好像变得越依赖大陆了呢 兵哥 首先我要讲一个 就是很多人都说 美国好像把台湾当盘子 但是在贸易这一点 你们真的错怪美国 我们常年对美国出操 而且出操都两三百亿美金 所以美国在这一点 是一直对台湾还不错 那当然他有的时候 会利用一些法案制裁台湾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整个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过去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民党一直说 你欠ECFA是出卖台湾 获国殃民 然后你对中国大陆依存度太高 把中国大陆的经 把台湾的经济锁死在中国 这样子让台湾人未来没有出路 当初不是讲的跟真的一样吗 记不记得说 如果签了之后会怎么样 会男的都去黑龙江做工 然后女的都嫁到中国大陆去 都变成这样子了 可是问题是 民党自己执政之后怎么样 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民党是一个坚持自己理念的政党 他在上任之后就应该照他们所说的 你要举办ECFA公投 看是不是要把ECFA废掉 然后你要尽量跟中国大陆脱钩 想尽办法让我们的产业不要去中国大陆 也不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结果完全相反 他反而是利用马英九 帮他打好的这些基础 就在中国大陆锁得更多 占比更高 然后现在人家不想再让你占这个便宜了 不行吗 人家跟你公事公办了可以吧 因为按照W 刚刚大使解释的很清楚 WTO精神我们就是要互惠 我开放市场 你也要对我开放市场 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你摆在板上的事实 我们的经济部很有技巧 他告诉你 我们已经开放了九千多下 可是他没有否认 我们挡了他2455下 那表示这个事实嘛 我们就挡了嘛 那挡了现在怎么办呢 因为中文大陆他现在先只是调查 那调查完如果你没有善意的反应的话 那他也许就会产生报复 可是你们看王美花 他最近一个动向非常习惯 刚刚立文说 其实王美花只要自己决定就可以 就开放 就OK没问题 其实错了 王美花根本是个傀儡 他怎么可能有机会 有资格去决定这个事情呢 那个是蔡英文决定的 但是这件事情王美花可不可以解决 会可以解决 而且我会告诉我们台湾的工商界 可能不用那么担心 为什么你知道 你看王美花昨天一开始的态度是什么 一问三不知 到底这个会不会影响到ECFA 不知道 那老公那边现在是不是有送到 把案子送到WTO了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今天早上他突然又知道了 他说ECFA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跟你讲 民进党解决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2455下 我跟你分期慢慢 我开放一些比较不重要的 我慢慢给你开放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部分问题 那老公就暂时不会对ECFA下手 因为蔡英文明年就到任 明年到任之后王美花也不在 所以王美至少到明年之前 他们认为应该是没问题 所以他现在告诉你说ECFA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就是这样子而已 比如说开放什么 在他的任内不会受到影响 对 他的任内不会受到影响 然后可以开放什么 比如说前两天进的螺蛳粉 这种东西 你就可以开放了 没啥啊 因为本来那个就是 怎么可以开放统战的螺蛳粉呢 那个无所谓 顶多叫他把包装改一改进来就好了 这没什么 叫他做一个台湾版本的 上面不要有这些标签制就好了 所以我跟你讲 民进党的招其实还很多了 我觉得至少短期之内 不至于到这么严重 但是问题是 这一阶段局其实操纵在谁手上 其实现在操纵在老共手上 也就是老共吃不吃你这一套 老共想不想把这件事情做大 老共如果想把这件事情做大 那民进党就不见得挨得住 所以我觉得看民进党到底是为了自己的政党利益 还是要为台湾的老百姓出发 因为民进党现在一直在告诉你一个什么讯息 影响的大部分都是农产品 鱼产品 那个总共我们对大陆一年出只有六亿多 可是亮哥已经告诉你很清楚了 农产品只占了一千零六项 剩下还有一千多项是其他的工业 其他商业产品 如果那些东西也被动的话 那抱歉台湾可能就要受到重伤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你如果还有一点点基本的良心的话 为台湾人做一点事吧 在蔡英文你七年没做事 最后一年做一点点事情可以吧 大陆寄出贸易的调查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ECFA 对台湾的冲击恐怕会很深 郭正亮就点出台湾对大陆的禁令 光是农产品有一千零六十六项 但是工业产品也有三百九十四项 所以最后的结果 不管是大陆说好 要求台湾必须要对等开放 或者是另一个可能是 那大陆拒绝单方面的让利 都可能都会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损失 这次被点名像是有房织业 业者就点出了 房织业占我们的GDP大概是百分之二 可是你知道吗 大陆的成衣产品 比台湾的纺织原料还要更便宜 所以万一我们被要求也要开放的话 那纺织厂恐怕会倒掉一半 而影响最大的都是中小企业 刚好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大的就业市场 所以绿营要占中不但没有未雨绸缪 而且还没策略吗 所以难道是蔡政府喊打喊杀 却让老百姓付出代价 来成就他们的政治红利吗 蔡委员怎么看 你觉得民进党或者蔡英文会这么关心这些事吗 因为如果大陆继续让利给台湾 把这些问题说没关系 我让你单方面赚了 他就说你统战我们 讲的振振有词 那如果你现在要开始恢复 根据WTO规定的公平贸易 大家公事公办 你打压我 所以你给我好处 你统战我 你不给我好处 你打压我 这民进党的标准用词 而且百事不爽 选民买单 他只有选票就好 他怎么会在乎你到底 老百姓有没有得到好处 或者失去好处 会不会影响ECFA 现在其实言之过早 第一个 他的调查时间 从4月12号开始起算 要半年 就10月12号 10月12号可以延长三个月 就到明年的1月12号 那1月13号 台湾就会选出新总统 那王美华就开始进入看守内阁 那有没有影响 对他们有 看守内阁谁说你要做事的 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 说他摆烂也其实无所谓 他一问三不知 其实也无所谓 为什么 你问过王美华什么事情 他知道了 他本来就是所有事情都一问三不知 那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 这未来调查完毕了以后 他会有个调查报告给WTO 然后调查报告 可能在10月之后 就可以实施某种程度的贸易报复 那也会把贸易报复 报到WTO说 我这个报复是符合你的规定的 不管是惩罚性关税 惩罚性配额 惩罚性进口 或者任何事情 他都可以在这个架构里面运作 因为这个贸易壁垒的一个调查 就是WTO规定的标准程序 那现在跟S 这个我们ECFA有没有关心 那就要小心 他未来贸易报复的对象 不一定只是那两百多项 他会贸易报复的对象是 他喜欢挑的 而且理由上讲得过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ECFA那五百多项呢 那ECFA事实上是一个 还没有签完的契约 ECFA本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ECFA框架 加上早熟清单 早熟清单 我们卖到中国大陆五百多项 是免关税的 那免关税不是刚才我们讲的 只有九十几亿 不是这个意思 免关税是因为你价格低了 所以你可以排除掉东南亚国家 还有韩国日本其他国家的产品 因为他们都要关税 你不用关税 所以你就占了市场的便宜 所以赚了钱 不能只算那个免关税那一部分 再来第二个阶段 是本来要签 服帽协议跟货帽协议 那太阳化运动一来就挂掉了 这也就是前几天 那个普瑞泽以前的 AIT的理事主席演讲讲的 你们太阳化给台湾带来 无穷无尽的祸害 讲的是这一段 第二个阶段 到了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第三个阶段讲的是什么 我们要签投资保障协议 我们要签两岸争端协商机制 那个AQFA的协商机制现在没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靠商总许舒博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金门立委陈玉珍 好听一点叫第二管道 难听一点是政府无能百姓自救 这只能是这样的运作 那至于未来 他真正采取贸乎保护的 应该是在今年11月份 或者在明年2月份 他会宣布我贸易保护 比如说美国惩罚我们 就是我对某几项 扣罚关税 120 320 420 虽然美国人罚 那美国喊的话 我们是儿子他们是爸爸 爸爸惩罚儿子 我们都不敢吭声 我们照常教 那如果大陆这时候惩罚我们 选前他可以喊 大陆欺负台湾人用起来 就有选票了 对不对 那如果选后了 这闷着头 赶快 许书伯在不在啊 夏立言在不在啊 去帮我沟通沟通啊 沟通沟通说不就有效了 前几天有效 为什么为了没效呢 所以王美华就没有我的事嘛 我也不是夏立言 我也不是许书伯 看我什么事 所以这个东西有点在摆烂 那你现在当然问说 会不会报复 他比较标准打法的时候 我们密切注意 我们会尽早协商 如果有报复的话 我们会想办法 来处理这个相关的问题 各位老百姓的权力 不会受到影响 那你说到底严不严重 我举两个数字给大家听就好 EGFA的500多项 占我们对大陆出口的比重 最高时候是26个percent 去年因为疫情关系 降到26个percent 再来第二个 不要忘记哦 我们台湾的石化工业的产能 有大部分都是EGFA cover的 有四分之一的产能 专门卖到中国大陆去 你说台湾股票不要跌 我就告诉你一个基本的事实就好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劳动部长许明春 被绿营的自家人 质疑他用旧燕地金金来拍 陈其迈的马屁 气得他泪洒一场 还说我不做了 但是咨询他的绿营立委洋药 看不下去 痛批劳动部是先同意要补助高雄的活动 才新增了补助要点 而且还要求各个县市 一个月之内就要提出 推展女性劳动的计划 结果总经费四千万 高雄独得三千一百七十三万 质疑说难道这根本是 先射箭再画把吗 而杨耀也点出 徐明春执询之前 接受访谈时谈的是什么呢 他都谈接棒刘四方选区的问题 他炮轰徐明春 是把执询当成个人秀吗 所以对比杨耀的说法 徐明春他义愤填膺的说不做了 会不会早就已经打算 华丽转生要去选举啊 所以难道是为了要选举 才大撒臂的吗 立文 原来他本来就不做了 原来他要去选高雄的立委 所以他不是为了拍陈其迈的马屁 他是为了自己选举绑装啊 太扯了吧 好 徐明春挨轰 那么这位是澎湖选出来的 民进党的立委杨耀 看不下去了 因为也实在太夸张了 为什么四千万里头 三千多万通通给高雄 而且整个的过程 根本就是帮高雄量身定做 好 内幕很黑啊 那么呢 杨耀就说啊 开会之前 许明春受媒体访问的内容 他忽然间发现杨耀啊 发现真实的状况 原来啊 许明春讲的话 跟他的劳动部业务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而是要接棒参选 刘世芳的选区啊 哎呀 真相大白了 因为刘世芳临时退出了 选举登记之后呢 又撤回了 那那个选区呢 看起来是许明春要接 因为许明春是陈菊的高雄副市长 他是因为这样才高升变成 劳动部的部长 那现在呢 哎 想要回去选刘世芳 这个选区的立委啦 所以啊 杨耀大叹啊 摇头说 原来我的直询啊 根本就是搭了一个舞台给他 本来大家都还不知道 劳动部部长是什么人啊 谁啊 搞不清楚啊 这一下全国知名度都出来了 一哭 大家都认识了 原来是许明春啊 所以呢 杨耀又气不过了 他说啊 劳动部同意高雄活动之后 才新增补助作业要点哦 已经跟高雄讲好了 好 说哎 好 我要来补助你这个活动 然后赶快改写游戏规则 然后呢 要求各县市啊 我这边有四千万 对不对 你们要一个月内提出计划 那各县市是不是都懵了吗 怎么可能一个月内提出计划呢 预期不受理 三千多万 入带高雄市政府 根本就是先射箭再画吧 让其他地方政府情何以堪啊 尤其是蓝营的地方政府 得到的补助少得可怜啊 三个县市加起来 还比不上高雄的一个零头呢 黄阳明就说了 哎呦 许明春早就滥用 就安基金的前科 2020年的时候呢 许明春呢 他呢就在就业安定基金的会议呢 核定了有七十万元 用在国道收费员自救费的 诉讼律师费啊 动用的理由居然是提升劳工福祉啊 真的是太离谱了 现在呢大家又关心了就是高端啊 高端呢 被参加这个WHO的团结试验 已经超过一整年了 试验了半天 为什么没有结果呢 还是早就石城大海 根本不会通过了 因为不需要这么久啊 所以李秉颖就说了 高端当时签了不平等条约 无法过问得知团结试验的进度 所以呢根本不知道石城大海 有点就是被耍了 此事呢跟台湾是不是WHO的会员国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要呢 每次什么问题都推到老公身上 他说啊 WHO对所有试验的对象限制 都是一样的 所以根本无从得知 目前在做什么 还有在做吗 还是早就被刷掉打岔了呢 好啦那为什么会去签一个不平等条约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高端说不清楚 卫福部也说不清楚 但是问题是 过去那段时间 陈时中都是这样骗我们的啊 他说啊 高端入选了WHO的团结试验 还告诉我们说 取得认证的机会很高 又是鬼话连篇见鬼了 超过一年石城大海 没有任何进度 好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呢 又骗我们 陈时中就说啊 高端的团结试验 世卫已经在写报告了 一骗二骗还在骗 然后呢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呢 就说啊 高端还没有相关资料 世卫三骑还在试验中 因为当时高端提不出相关资料来 反正呢 现在呢 我们大家通通都证明了 高端就是没有办法 得到国际的认证 也没有什么免疫条 桥接啦 什么传结试验 通通都没有用 高端就是一个 除了台湾政府力挺之外 全世界没有人要用的疫苗 就这么简单 好 这么多钱通通搬去给高端 弊案呢 也查得像是一个笑话 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开 大家都很清楚了嘛 就证明陈时中 吴秀梅从头到尾都在骗 难道没有办法追究他们的责任 我们就是韭菜 就是盘子 随便让他们收割的嘛 钱要用在刀口上 许明春部长就被执意了 把就业安定基金 当成是绿营自家人的小金库吗 名嘴黄洋明就说了 哎呀 其实许明春有钱科啊 他滥用就业安定基金 早就有钱科了 2020年的时候 当时的许明春 就主持了一场 就业安定基金的会议 核定了一笔70万的预算 拿来做什么呢 要拿来付钱给律师 跟国道收费员的自救会打官司 而且动用的理由说是 提升劳工的福祉 当时引发朝野反弹 不是只有在野党反弹 大家听到都很反弹 那么许明春才承诺说 他不会用就安基金 来付这笔律师费 先不说劳动部 本来就应该要照顾劳工嘛 就安基金不就是拿来 保障劳工就业的救命钱吗 结果我们蔡政府的官员 不只拿百姓的钱 来跟百姓打官司 而且还说这是提升劳工的福祉 宾哥 随民党是这样照顾 心中最软的一块吗 民进党的惯例就是这样子 他随便给你立个名目之后 然后就到处挪用 到处乱用 他们一直都这样干 大家忘记了吗 高雄气爆的捐款 结果后来他们拿去付省费用 陈局的出国访查费用 高雄市政府的文书处理费用 正在弄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装置艺术 不都是这样子吗 都是弄一些照顾灾民 根本不相干的事情 然后这次是就业安定基金 就业安定基金 就是要去保障劳工就业的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基金 就会拿来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次说要弄这个 就是那个25淑女 这个相关的春季活动 这个第一个 这个活动本来高雄市政府自己有编预算 因为他每年都在举办 第二个他说 他要给他是因为 这可以彰显女性劳动价值 求一下男性劳动就没价值 只有女性劳动的价值 这到底是什么理由啊 而且这个跟就业安定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办了这个春季活动之后 大家看了哇春季好棒棒哦 我们很感念哦 然后我就获得工作了 是这样吗 这跟我的就业安定的关系是什么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啊 所以他们就是到处乱编预算嘛 然后他这一次摆明的 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他要的这个预算 他为了想要去给高雄市政府这个预算 所以呢 就为他量身打造 但是如果你单独给他太明显了 所以只好随便还剩一点余额 好吧 那其他县市如果也要就来 大家请注意看哦 前三名是什么 高雄 屏东 嘉义 全部民党执政 然后剩下呢 国民党执政的 就像打发乞丐要犯的 给你十九二十万算 就这样的而已啊 这只是为了杜悠悠之口而已 摆明这样做啊 你看看高端是怎么起来的 你看看政府是不是每一次 政府会突然这些告诉你 我这个东西要先置信招标 这个东西要先置信招标 然后得标的永远来来去就是这些人 所以民进党已经非常习惯了 所有东西都是用 这些量身打造的方式 让只有我自己的厂商才能够获得 只有我想要给的那个县市才能够得到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所以许明春还好意思哭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什么资格哭 我也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真的不想干得这么委屈 那你就不要干啊 谁留你啊 谁留你 有人留你吗 大家都觉得你滚蛋啊 你为什么不滚 说话不算话 实言而非就你这种人啊 那现在 我老实讲 传出杨耀说 怀疑说 他是不是要去接刘四邦那个位置 老实讲 我觉得可能性还蛮大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是我觉得台湾最悲哀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他如果真的去那个地方选 他搞不好还会上 这就是台湾最可怕的地方 这个人如此的厚颜无耻 可是呢 台湾人还是会支持他 台湾人自己要去检讨 这些人都是你们灌出来的 汪大学人要花得合法合理 而不是拿来护航自己人 备受质疑的高端疫苗呢 世卫组织的团结试验已经一年多了 结果呢 迟迟没结果 ACIP的召集人李明颖 他去接受访问的时候就爆料了 他说高端当时签了不平等条约 没有办法顾问进度 有一点被耍的感觉 不过后来他又说了 其实呢 这个和WHO不准顾问这个研究的进度 和台湾是不是会员国是没有关系的 好啦 那既然不是因为我们不是WHO的会员国 才让高端被针对的话 那请问所谓的不平等条约 到底签了什么不平等条约呢 好 就算WHO不对外说明 那难道高端疫苗不用自己出来 向老百姓报告他们的进度吗 如果说是连高端自己都不知道进度的话 为什么当初要叫老百姓打高端的时候 好像我们的政府官员 还有高端疫苗 还就可以掌握很多的利多讯息 然后说WHO已经在写三期报告 这话是陈时中说的 阿杰大使 对 我觉得这个拿WHO来说是 这个是纯粹是一种堂色 所以就变成前后不一 你事实上的话 你这种说法 你就是怀疑WHO事实上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政治因素 那你后来又说没有政治因素 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国内这些 这些主管卫生的官员 事实上说话都一点依据都没有 而且这些事情 他说了WHO都会听到的 那人家会 人家说起来 像上一次我们的网民在骂 当时WTO的这个干事长什么 什么黑鬼啊 什么种族歧视案件 人家是拿到WHO的记者会里面 然后来把你公布的 然后说个人没有关系 可是你不能用这种种族歧视案 那台湾整个形象 就被一天1450完全搞坏了 公然用种族歧视语言 来再批评别人 现在国际上很少见 那后来你知道 那时候国内 我们那时候是不报道 那时候非洲团结组织 也发了一个 也发了一个什么 也发了一个声明稿 声援谭德赛 他说这个他受到不公平的 这种低级的对待 什么的 种族歧视 指的就是台湾 对所以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民进党为了这个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 疫情上面处理上 尤其在国际事务上 简直是 我是觉得真的是完全像那个 完全像一群这个香巴佬 不晓得国际事务处理的这个敏感性 那现在又在为了高端的增值 又拿WHO来说是 WHO事实上里面是世界上最顶尖的 公卫专家 跟各种疾病预防的专家 你们可以上他的网上去看 他下面的他的干事长 副干事长 助理干事长 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相关的这种 这种毒物 药品 各行业的顶尖人士 所以他有他的很高的公信力 他不是说 基本上像民进党政府里面 都是些仇庸的 完全都是 都是不晓 更不要哪里找来的 他每一个官员 都是非常在国际社会上 都非常受到尊重 那你今天要去问 WHO为什么没有通过高端的这个 申请这个 为什么没有办法通过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 你不要说什么 签了一个不停的条约 或者什么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人家不会接受 人家不会接受 那不过整个的高端的药品 我觉得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是希望民进党下谈以后 这个案子 要重新调出来审查 因为从法律的角度上 那就要看 他这个过程中 整个合不合法 可是我们光看 当时的政府扮演的角色 就已经有问题了 他单独为一个民营的厂商 替他背书 替他这个 等于促销 这个就已经触犯相关的法令 没有保持行政上的中理 另外一方面 这个政策 你花了那么多钱 那么贵的买了下来 然后呢 大部分都都都过期不能用 这是政策的错误 这个好 监察院老早就应该开始调查了 很可惜我们现在 法院也被律化了 这个监察院更变成文子院 所以才能够 才让民进党可以这样一手遮天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宋明大头家 国民党2024的总统人选 到底谁要代表国民党 出来选悬而未决 让基层急跳脚 朱立伦主席 还有侯友宜市长 都说他们准备好了 结果呢 黄建廷说 党内共识就是侯友宜了 既然如此 看起来大家都准备好了 党内又有共识的话 那朱主席怎么迟迟还不征召 到底在拖什么呢 黄建廷才讲完说 党内共识是征召侯友宜呢 结果呢 马上又改口 他说郭台铭还没有出局呢 难道迟迟不征召侯友宜 真的是在等郭台铭吗 如果说党内都有共识 要让侯友宜出来选 结果呢 还要拉个党外的郭台铭 还有柯文哲进来一起比一比 凭什么党内最强的选将 应该要跟党外的人来比民调呢 民进党难道国民党最后结果是要征召 柯文哲来代表国民党出来选2024吗 如果你觉得柯文哲很奇怪的话 那为什么可以让郭台铭来代表国民党 出来选就不奇怪了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蔡正元委员 所以党内如果说对侯友宜有共识 却不征召 难道党内共识比不上朱立伦 他一个人的意志吗 那党中央在做整合的时候 希望要有进度嘛 你不能说现在柯文哲说 我不跟你整合 对不对 那你整个姿态做够了就好了 也不必过度勉强 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局给不好 还有就是郭台铭东西 他是应该属于所谓泛男整合 不是所谓非律整合 那至于泛男整合的时候 那郭台铭这一个部分 也要我们也要很诚恳 去跟他做沟通 说那好 如果你民调看能不能赢 这个我们多少 如果你不赢的话 愿不愿意来跟我们搭配 这可能是一个整合的过程 这个是每一环都很小心 如果今天我们何友宜 民调50% 当然三七二十一不用管他们 我平常讲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何友宜是 只有一次赢过赖清德 其他都输 赖清德是稳定在37%以上的民调 何友宜是最高是到了 差不多快39 40 但是现在一直都是在 29 30左右盘旋 然后现在柯文只有都有20% 那现在这个就变成说 你一个很复杂 目的是要下架民进党 目的不是要提名谁 如果我们整个架构没有安排好 我们的人选又不够强 那上去不是变成一个什么 一团乱吗 所以我是觉得为了赢 仔细拿一点性质 不过现在国民党中央说 最晚五六月一定会公布 征兆的结果 还是说对比过去的提名时辰 这样不算晚 我们来看一下过去 为什么到五六月 像是马英九的时候 他要选连任嘛 什么时候公布没差呀 上一次不就是因为 要搞这个民调的初选 不也就是因为郭台铭要出来选 所以才拖到五六月才征兆的吗 所以这一次国民党 打算再重演一次吗 那要不然那些要征兆 何友宜结果还拖到五月的人 到底有什么理由要拖这么久呢 所以很多人就说 难道真的是在拖 想要等 是不是有什么案盘 甚至是要等郭朱沛吗 李文 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党中央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 因为第一个我认为党中央只有一个权力跟一个责任 就是帮国民党完成提名总统候选人 我们的党中央并不是什么泛兰共主 也更没有能力去整合什么叫做非绿大联盟 那么今天党中央只有这个权力跟责任 就是完成提名国民党的候选人 你完成了提名之后 这个总统候选人他为了胜选也好 他为了理念也好 他要不要去整合更多的势力 其他的力量 甚至于去跟其他的势力跟力量合作 我觉得应该交由这个总统候选人去做决定跟判断 而不是用这个理由 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国民党的征召提名过程 而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 更何况克文哲早就公开表示说 他完全不认同国民党提的非绿联盟 他也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果你今天非绿联盟主要锁定的对象是克文哲的话 对不起人家都已经当场打你的脸了 国民党有需要这样子卑躬屈膝吗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那个正当性没有办法建立 两边沟通的桥梁没有平台 没有互信 然后你的总统候选人都还没有确定 克文哲怎么可能会跟朱立伦谈呢 想也知道天方夜谈 大家不是三岁小孩 不是昨天才做政治 唯一受伤的只有国民党的大选的选情 我不知道党中央是怎么跟郭台铭互动的 难道我们给了郭台铭什么样错误的期待吗 否则的话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侯友宜不能够选赢的话 难道郭台铭选得赢吗 我是完全不相信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态势很明显 之所以国民党会有高度的共识 就是因为侯友宜看得出来是唯一一个有准备有意愿 而且有可能胜选的候选人 要找第二个根本都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底下不应该再用什么还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让我们觉得整个的征召提名过程充满了变数 如果说像黄建廷所说的 这个共识已经很明显了 那就应该像我之前所呼吁的 把整个提名的过程简化 重塑重简 事实上侯友宜已经几乎表态了 他已经说我准备好了随时上场了 那么这等于已经是表态了 所以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 只有提名我没有办法我再讲第三次了 国民党一个泱泱大党 怎么可能提名一个不是国民党籍的人 代表国民党来选总统呢 所以不可能提名柯文哲嘛 那你柯文哲就会觉得说 你们都是有设定前提的啊 那我柯文哲凭什么作效 所以要整合不是像大家说的这么困难 更不是朱立伦登高一呼 所有泛兰跟菲律就能够整合吗 那你今天就有能量选总统了啦 台湾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人 也不存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所以回归现实 赶快完成我们的征召 赶快就战斗位置 大家一致对外 不要在现在征召的泥闹里面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是非常不治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要请教一下兵哥 共党到底在拖什么 拖着准备要来征召克文哲吗 我又觉得 拖着征召克文哲根本没有意义 我也不认为这是国民党最重要的举手 我认为最重要的关键人物是谁 就是郭台铭啊 基本上就是郭台铭 你看黄建廷为什么趴一下突然讲一个说 其实党内大师一定就是黄友宜 可是下午突然这些开机门说 没有 没有 我们还有三个阶段 理由很简单 大家忘了吗 黄建廷是郭台铭的副总统人权 你忘了这件事吗 所以他讲完之后 他该立刻被郭台铭骂 我就猜 所以他现在为了对郭台铭交代 所以只好赶快 所以我们还有两个阶段 我们还有两个阶段